欢迎大家收看北美投资的每日头条新闻 今天是2020年7月11日 以下是新闻内容 周三 加拿大政府宣布 今年的财政赤字预计将超过3400亿 加拿大主要股指连同黄金价格一同上涨 8月 黄金期货合约价格上涨10.7美元 至每盎司1820.6美元 9月 同期货合约价格上涨2.7% 至每磅2.82美元 此外 科技工业金融板块也上涨 Purpose Investments首席投资官Greg Taylor表示 黄金价格再创9年高点 并向每盎司2000美元挺进 黄金表现非常优异 并有望维持这一趋势 周期性行业板块持续表现低迷 美国新冠病毒感染人数不断上升 投资者担心今年下半年的经济 恐怕并没有某些人预期的那么强劲 Taylor表示 除非形势变得明朗 否则周期性板块将继续走弱 人们会更加聚焦于购买科技股 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周三披露有关疫情 如何拖累国内经济的细节 并预计赤字将升至创纪录的3432亿 加拿大的这一数字 无疑要比所有人预期的严重得多 也生动地展现了全球各国政府 为了维持经济运行 正在开足马力 印钞和花钱 新闻播报完毕 如果您喜欢视频内容请订阅 您也可以登陆网站 nai500.com 获取更多新闻信息 专家评论和投资机会 明天见